笔出细腻 细细勾勒出花蕊 画出与众不同的花朵 这些来自于社区阿公阿嬷的植物拼贴画 原来是老人福利关怀协会 从5月起开办的乐林共学堂 邀请老师指导社区长辈进行创作 大家透过绘画与剪贴 把心目中对花瓶的美好想象尽情发挥 有长辈第一次接触 直呼新鲜又有趣 所以在家里没什么事 就出来这样子活动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 第一次画这个不会画 画得不漂亮 画得很丑 很不错 你刚刚在打拳击吗 大家都可以出来 出来这样子活动真的很棒 练习的那个锁的灵活度 像我现在就练习的很好 心里就很高兴 随着台湾即将迈入高龄化社会 65岁以上长者将超过台湾总人口数的20% 因此老人福利关怀协会推出 银法世代活药老化计划 帮助健康及亚健康长者延缓老化 也希望透过课程的实作 丰富长者们的生活 进一步提升高龄者的生命价值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 健康的长辈或者亚健康的长辈 都能够走出家庭 能够走出家里 能够重新浓入这个社会 来减缓他们的这个 延缓他们这个老化的一个现象 乐林共学堂从台北出发 初期规划8到10堂课 未来预计在全台北中南区开课 加入更多元的学习主题 一起为长辈创造更优质幸福的老龄生活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再见 再见 拜拜